他请我到大禹山 他去报林寺去访问 他是禅宗道长 那个时候还有四十多个人 在那边作禅 我看了很欢喜 他让我在禅堂讲开始 我不是学禅的 但是《金刚经》《弹经》 《勇家大师》《禅宗席》 我都讲过 所以我还有点口头禅 我对他赞叹悲致 回来的时候 有些同学陪我去的吗 回来在路上就跟我说 《法师》 你对禅那么样赞叹 你为什么不说禅 我就告诉他 《国人根性不一样》 禅是上根人学的 我不是上根人 我是中下根人 所以我对他赞叹 我没有这个能力学习 中下根人的学 学净土是最有把握的 最容易的 禅地缺不是容易 为什么呢 禅一定要放下 至少你要放下支柱 对于事处事件 一切法 支柱没有了 这才证阿罗汉国啊 不正阿罗汉 出不了六道轮回 那不行啊 那不算成就啊 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业障稀奇重 净土有个待业往生 这还真的能帮上我们往 如果不待业 靠完全靠宵业 我办不到啊 所以我看到别人修这个法门呢 我非常尊重 非常佩服 我由衷的侦探 如果连这种 这些道理都不懂 这个不可以请他来将军 请他来的时候 不会到场破坏了 所以我跟李老师十年 他在台中教学三十八年 我了解他老人家 任何法师经过台中 他一定请他吃饭供养 绝不请他将军 也不请他将开始 我乐师就问他了 为什么 他说你不晓得 他跟我们学的不一样 他来讲他的这一套 讲了之后 我们这些念佛的人心都动摇了 他说我至少要花上 几十个小时的时间 才能把这个同学又恢复好 太困难了 所以决定不可以 但是从前那些法师 都懂得这个道理 随便你都可以请 他如理如法 现在不懂了 在佛法家基本的理解 你到人家道场要赞叹人 你到人家说 你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批评人 这个不可以 这个是不如理的 不如法的 现在真正如理如法 就越来越少了 所以不可以不知道 底下一个问题 请问客戮 法师奖金光碟流通 会在光碟上 写上网址 请问这样如法吗 这个事情 可以不必问 写网址不写网址 我想都没什么关系 写也可以 不写也可以 底下一个问题 如果陈心念佛 如经上所说 贺一日贺七日 能去得成吗 能 最重要的 还是你要如理如法 付法 不欠 但是 若一日到若其日 那也是上上个人 不是普通人 我们在净土圣行录里面 看到 盈阔法师 宋朝时候 他念佛只念三天三夜 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 那是真的 那不是骗人的 他靠什么呢 真诚心 什么叫真诚心呢 没有意思好杂念 你不妨试试看 你念一天 一天没有杂念 有杂念 心就不沉了 曾国藩先生 在读书笔记里头 给沉下了个定义 他说得很好 如法发相应 什么叫沉呢 一念不生 为之沉 这个标准太高了 在沉着灵 你心里头没有杂念 只有阿弥陀佛 没有第二个念头 那就产生效果 如果还有第二个杂念 夹杂在里面 就把你的功夫破坏掉了 底下一个问题 他弟子是医学院的学生 深知现今人类医学的弊端 是以暴力的战斗 打败致病的细菌病毒 而取得所谓的健康 而不止实为业力显现 罪报所致 更正深夜一夜杀身 而且现在医学院做实验 对生命的践踏太厉害 实在让人看不下去 请问我们应该怎样做 才能流转这个严重现象 我对于医学医院接触太少 那么在中国 也只认识一个中医 一个老中医 确实中医的理念跟西医不一样 中医是如何的 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像你说的 西医对于这个病毒 消毒 消灭病毒 中医不是这样的 这是解毒 化解病毒 你看就和平多了 用和平的方法解决 不是用战争的方法解决 这个在理念上就不同 就像你所讲的一样 我相信中医 西医虽然好 我也不毁谤他 可是我相信中医 为什么 中医有五千年的历史经验 西医大概才只有三百年 经过历史长时间考验 你那不相信吗 科学技术是好 负责用很大 过去七十年代 英国唐恩比博士 对于这些事情 他常常谈论到 科技的发达 带给人类一些方便 但是 人类付出的代价了 太惨痛了 得不尝识 他这个话说得非常有道理 那么今天社会的动乱 整个世界的混乱 这个混乱 你细细去想这个原因在哪里 科技 迷信科技 把伦理道德抛弃了 西方人迷信科技 把宗教教育 捨棄掉了 所以他的社会动乱了 在过去 中国是伦理道德 维系社会安全 西方是宗教教育